自然疗法心得分享 第十六集 癌末自然疗法 大家可能很奇怪说 为什么 我在讲癌末不讲癌症 其实我们 我本身不是癌症医师 我是做自然医学的医师 我们不去讲说 我会把癌症病人治好 还是怎么样 因为癌症 现在主流的做法 就是化疗 放疗 开刀 这个是主流做法 患者一般人也是一样 我癌症化疗完 放疗完 就等于是好了 什么人会来给我们看 就是说医生说 你这个化疗 放疗 做完 你去住安宁病房吧 我们已经没有药可以用了 这种人就会很紧张就会跑来 因为一个人得了癌症 不是他自己得癌症 他有爸爸 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 太太 亲戚 朋友 很多人关心他 你说癌症不要开刀 跑到王群光这边来治疗 你有没有头脑搞坏掉啊 这样 所以我们很多人来 我都是跟他讲 很多人是看了我们的视频来的 觉得应该好像蛮不错的 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都是跟人家说 你就因为癌细胞 它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嘛 你一个细胞要长到像手指头那么大 可能要十年二十年嘛 本来是一粒细胞两粒细胞 长到像黄痘那么大 这有很多年啊 我说你要给你一次机会 把酸排掉 自己排掉 看会不会好 或者是你现在 开刀排到两个月以后 你先做自然疗法嘛 其实很多人都听不下去 听不下去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医师 自然疗法的医师 我们跟你讲这个方法 给你参考 大概是这样 我们是很平淡的 去讲这个事情 有需要帮忙的 我们才帮忙 因为我们的这个疗法就是 癌症就是排酸排自由基 就这样 因为1931年就有一个诺贝尔奖德主 他说 我们癌细胞 就是因为你身体太酸 它正常细胞活不下去 它只好突变 突变成像最右边那个细胞 它变成一个癌细胞 它就可以喜欢酸性 就活下去 那么它的理论到现在已经被证实了 就是2012年有一个人出了一本书 叫做Cancer as an metabolic disease 癌症就是细胞内酸跟G5G太多 当然可是现在癌症治疗 好像也没有人用这个概念来制 就是化疗放疗开刀 比较快 比较简单 我们讲到癌症 就一定要讲到NKT cell 自然杀手细胞 那么自然杀手细胞 它就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一环 那么自然杀手细胞 我们那个免疫系统如果正常的话 它会去分化分化分化 分化出很多种细胞 其中有一种叫做NKT cell 叫做自然杀手细胞 就是最右边的一个 最左边这个NKT cell 就是自然杀手细胞 一个人自然杀手细胞如果正常 你就不会得癌症 那么像这个肺癌 很普遍的肺癌来讲 那么我们的这个癌细胞 身体 如果你有些细胞 它是过酸 有些癌细胞活不下去 那么它就 这个是DNA 然后就突变了 突变以后就变成癌细胞 它就不受我们正常免疫系统的控制 就有新生血管会长出来 就供应它 那么这个血管长啊长啊长啊 它就是开始会转移了 0.30公分就有细胞会转移 转到哪里呢 就长到哪里 所以说我们这个比方说 以乳癌来讲 这个乳癌 它也会转移嘛 乳癌很小的时候 0.3公分大的时候 就有一些小癌细胞就会 静悄悄的转移啊 跑出来 跑到哪里就转移到哪里 如果你的杀手细胞不够强 没有把它杀死的话 就变成转移性癌症嘛 那所以说如果你的杀手细胞过好 癌症就没有机会转移啊 像这个大家看到镜头前面这个就是阿杀手细胞 如果它够强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个癌细胞杀掉 就把癌细胞杀掉 所以让杀手细胞恢复正常很重要 我们这个癌细胞 它开始长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种叫做杀手细胞 它就会来去干扰它 就把它抓起来 这个杀手细胞 它看到癌细胞呢 就会在癌细胞身上打洞 我们叫Perferit穿孔素 打到洞以后呢 就注射一些东西在Glandium进去 这个癌杀手细胞 所以你要杀手细胞健康嘛 才会去杀癌细胞啊 所以说打了洞以后 注射的东西进去呢 注射一种霉Glandium进去 就会让这个癌细胞消失死亡 就会让癌细胞死亡 这个是显微镜底下的这个真正的杀手细胞 它会杀癌细胞 所以说我们要营造一个对癌细胞不友善的环境 就是减心的环境嘛 癌细胞喜欢酸 我们就给它减啊 还有 建构一个对杀手细胞正常健康的环境 也就是减心的环境 还有你要提供一些原料 让癌细胞可以去杀癌细胞 所以说我们讲起来就是 断糖生同义食 有人说饿死癌细胞 其实不见得饿得死 可是你可以减少酸的产生 那么维他命C会产生酵原蛋白 我们用注射的 可以帮你的癌细胞围起来 酵原蛋白 还有就是用C这个氢气 把身体变碱性 癌细胞就活不了 然后呢 用三四五九度半到四十一度热死癌细胞 所以就是饿死 撑死 减死 热死 这一个对癌细胞不友善的环境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观察 临床观察 尿意的表现是怎样 癌症早期的人 尿意都是过减 尿意减的话身体就酸 可是到漏晚期 尿意就会过酸 因为到漏晚期 癌细胞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酸 会让我们身体变酸 像这边有一个先生 他是扁桃腺癌第四期 他不觉得他有病 因为他就只不过是扁桃腺癌 很好 他一直在工作 他不觉得这个是病 他也不愿意开刀 也不愿意来接受我们的自然疗法 也不愿意接受西医的治疗 他的尿就是这样 你看到酸简直是疤 疤都排不下来 自由基很多 这个有时候排有时候不排 脊部蔓延 算是医生说第四期 要整个挖掉 整个下巴都拿掉 这样他就不想开刀 这个是一个老心状细胞癌 才四十岁 排不起来 完全不能动 你看他右手不能动 左手可以动 右手已经瘫痪了 你看他的自由基也是好多 也是尿很碱 酸抬不出来 可是这个我们后来就帮不上忙 因为医生跟他说 你不开刀最后就是瘫痪 开刀化疗放来也会瘫痪 我说我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们也不是神仙 既然这样的话 就长在那个脑盒旁边 心状细胞癌 心状细胞变癌 这个很麻烦 所以我们自然疗法的一个通则 就是说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就这样而已 然后其他都可以参考其他的 那像前面有提到 就是这个人有肺癌转移到脑 医生说不能开刀 已经转移了 那么就化疗放疗 化疗放疗脑部还是跟他开 就是电脑刀 把这个癌细胞切掉 然后肺癌不能开刀 医生说就是安宁病房 打一些止痛针 什么镇定剂 后来他就跑来我这里 因为他第一次来我诊所的时候 就是一直咳一直咳 好像每一秒都听到他在咳 因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气管了 后来经过我们的这个 就是排酸排自由基的整个疗法 他这个自由基每天都排到没有自由基 酸排到没有酸 后来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就全部正常 大概半年后再回诊 医生跟他说已经没有癌细胞了 cancer free了 用什么方法 MRI 什么PET都找不到癌细胞 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他就是每天都 用轻来把身体的酸跟自由基排到没有 这样 像这个肺癌也是一样 我们一个原则就是癌症的病人 每天把酸跟自由基排到没有 大家看这个病人 他也是癌细胞 产生很多酸 他到最后就变排到没有酸好排 叫6到7 自由基排到没有自由基好排 也是叫做黄金交叉点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 还有长个两个肺仙癌 肺仙癌长了 开刀一次 肾癌长 脑癌长 骨癌长 肝癌又在长 像脑癌 它是做电脑刀 骨癌做放射线治疗 好像其他癌症都是自己长出来 跟肺仙癌并不同 不是转移 是自己长 那为什么会这样长呢 这个是他 我们听打门诊看的 他就是尿很简 就是淀粉是多 酸排不出来 等等 他尿是8 这个很常见 尿是8 癌症病人 系列氢就变6.5 后来 他自由基 也就是系列氢就排出来了 他大概5个月后再来 他的尿就变5 自由基 自己排了 他到现在 已经很多年了 好像还不错 还在上班 没有再发 关于他肝癌的部分 他有回去医学中心 医生说有阴影 阴影的话就切片一次 找不到癌细胞 又再做第二次找不到癌细胞 医生说算了算了就不要再做了 反正阴影就让他阴影 反正没有长大就算了 因为我们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在我们手里做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是做临床 病人觉得还不错 我们也讲得出一个所以然 就是我们以这个尽量帮患者的心情来去做 就没有给他说什么包山包海 一定可以把你治好 像这个呢 这个就是乳癌 你看他也是这样 尿由7变6 自由基排出来了 这个就是肝癌 前面有讲过 电烧过以后呢 这个开刀三次了 肝癌 到现在已经受到控制 没有再长大 各种指数都停滞 没有恶化 也没有很快变好 这个大肠癌也是这样 我们就是做热疗的时候呢 做我们都会帮患者测这个 自由基跟尿 这也是一个大肠癌的患者 做了热疗 做了轻 很快自由基就排掉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常规的这个做法 所以大家要看这个生通饮食 癌症病人我们都会叫他断糖 可以减少酸的排泄 那么你酸太多 一方面癌细胞喜欢葡萄糖 那你就不要吃葡萄糖 那么还有细胞内酸中毒 要把它排掉 再来就是氢气对排酸排自由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再来就是说生存核心治疗 对排酸排自由基 跟氢可以互相比免 很有效 所以说我们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说癌症就是要治疗 就是要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那用的方法就是下面这个 氢啊 奈米 热疗啊 还有生通饮食这个方法 好 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